关注美国娱乐动态 大家好 这里是美洲娱乐宿地 首先来看著名导演 Christopher Nolan的芯片合作计划 导演Christopher Nolan 聚焦二战原子弹之父 奥本海默的芯片备受关注 Nolan将不再与近20年的老搭档华纳合作 而是被环球影业拿下了该项目 据好莱坞报道 指出Nolan要求这部芯片需要耗费1亿美元的制作 再加上1亿美元的宣传预算 Nolan同时还要求了所有创作掌控权 20%的前期总票房分红 以及在本片上映的前后三周 片方都不能再推出其他的电影上映 他更要求本片至少要上映100天以后 才能出现在流媒体平台上 这部芯片的制片厂在听了Nolan的开架以后 只有环球跟索尼始终兼职到了最后一刻 并由全盘接受的环球最终赢得了Nolan的青睐 下面来看天后小甜甜布拉尼的最新喜讯 据报道12日小甜甜布拉尼在社交平台 秀出男朋友Sam送的钻戒 并佩戴在了无名纸上 公开宣布和男友订婚 配文我好激动太难以置信了 此前Sam曾被狗仔拍到在专柜挑选钻戒 被猜测好事将近 前期天Sam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一张戒指的照片 指挥内侧刻有Lioness字样 但随即秒删并称账号被盗 然而今天布拉尼手上所佩戴的戒指 为那天照片中的同款 Sam的经纪人向媒体再次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表示他很自豪能够庆祝并确认订婚 经纪人说这对夫妇 今天正式确立了他们的长期关系 人们对他们的支持 奉献和爱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再来看著名日曼 海贼王即将合作王菲的最新消息 王菲宣布 著名的漫画海贼王真人剧集将有开拍 并曝光了该剧剧本 包含剧集logo 以及第一集的标题 Romance Dawn冒险的黎明 这也是韦田荣一郎当年创作的 海贼王前身作品名字 《海贼王好莱坞》真人剧集 由网菲跟明日工作室合作打造 讲述少年陆菲踏上冒险之旅 立志当海贼王的故事 该剧至今未宣布选决 此前有一份疑似制作信息在网络流传 显示主角陆菲由Max Charles 索隆由星田真剑佑 《乌索普》由Marcus Scribner 《纳美》由Taylor Richardson 《山智》由Alex Lang赤言 这个阵容尚未官宣证实 而且网上还流传着其他的版本 总体来说 网友还是对这个阵容非常期待的 一起来看著名恐怖片 《孤儿院》即将开拍前传的消息 据报道 Paramount Players拿下了著名恐怖片 《孤儿院》的前传电影《孤儿院》 首杀北美发行权 暂未定档 Isbel Furman回归主演 Julius Stiles Rosef Sutherland等知名演员加盟剧组 William Brent Bell则指导本篇 前传讲述的主角Lena Klamer 精心策划了一场逃亡 从爱沙尼亚精神病院逃出来 并以一个富裕家庭失踪的 女儿的身份前往美国 但她作为女儿Esther的新生活 出现意外 不得不与一个竭尽全力 保护家人的母亲做斗争 第一部电影《孤儿院》发行非常成功 并被网友们评为经典恐怖片 这次的前传电影也让粉丝们期待不已 下面来看经典白老汇音乐剧 戏剧故事的最新改编计划 由Steven Spielberg 指导的新版戏剧故事 曝光了全新的预告 在预告中 一个发生在不同社区 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正在慢慢上演 因为家庭的原因 他们只能偷偷约会 并且要随时面对 家庭之间出现的问题 这个预告充满了真正的感情 非常感人 戏剧故事由美国黑帮版 罗密欧与朱莉的支撑 改编自经典同名的白老汇音乐剧 降述50年代的纽约平民区 两个来自不同街头帮派的男女之间的一段 禁忌之恋 演员方面由老戏骨 Brian Darcy James和Corey Stowe来作证 年轻演员Ansel Elgert和Rachel Zegler主演 本片将会在今年的12月10日 颁奖季上映 并不妨碍影片参与奥斯卡 再来看经典爱情片 保镖即将翻拍的消息 日前由Winnie Houston和Kevin Costner 1992年出演的影片 保镖正式曝光了翻拍的消息 该片已经进入了制作的阶段 并由知名编剧Matthew Lopez撰写剧本 上映于1992年的保镖 是经典的浪漫爱情电影 影片的主角是Winnie Houston所饰演的梅伦 是一名女歌星 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而雇用了保镖富兰克 而富兰克是以退职的特工 他本身并不想做一名保镖 但在爱心的驱使下 他成为了梅伦的保镖 在一次次工作中 富兰克和梅伦暗身情愫 最终成为了一对家人 圆满影片的全球票房 累计为4.1亿美元 位居1992年的全球电影票房第二位 目前新版电影保镖 暂未公布具体的演员人选 一起来看著名演员 Bradley Cooper和Kate Blanchett 即将携手经典在线 日前 泛白版《玉面情魔》 曝光了全新的角色海报 在海报上 影片主演Bradley Cooper 盛装亮相 他头戴礼帽 面无表情 显得极其压抑 身后还有不少与宗教 死亡 欲望相关的绘画 《玉面情魔》讲述 一位怀有野心的行片高手 与一位精神科医生 坠入情网 最后却反被女医生玩弄于鼓掌之中 原版《玉面情魔》上映为 1947年改编自William Gresham的小说 影片被誉为 好莱坞历史上最好的黑色电影 新版影片有着豪华的卡斯阵容 Bradley Cooper Kate Blanchett Runi Mara Tony Collette Ron Perlman William Dafoe等 目前该片定导在了12月17日上映 最后来看美国爱美奖的最新动态 近日美国爱美奖官方发布了 以幕后人员为主的创意艺术爱美奖 Creative Arts Emmy Awards的获奖名单 后卫骑兵拿下9项大奖 包括最佳选角 最佳音乐作曲 最佳音效剪辑 最佳服装设计等 成为最大的赢家 其次 迪士尼Plus的曼达洛人 与综艺周六夜现场 获得了7个奖项 并列第二 Netflix的热门动画 爱死亡和机器人 与王冠紧追齐后 漫威工作室 今天投入了迎评市场 大头阵的旺达幻视不甘示弱 拿下了最佳叙事节目 艺术指导奖 最佳奇幻科幻戏服奖 这也是漫威转向 流媒体平台后 第一次在爱美奖有所斩获 更多男女主角 编剧及导演的最终获奖名单 将在9月19日举行的 第73届爱美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